你好 欢迎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琳谦 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台风杜苏瑞来势汹汹 和欢山在今天清晨已经测到八级强阵风 而日月潭气象站表示 台风期间山区也不排除会有十级的强阵风 因应台风预管处也已经陆续联系滞留在山上的山友 这两天总共撤离了四百多人 而奥万大天池也都预警性的收缘不开放 台风杜苏瑞来势汹汹 和欢山25号清晨出现了八级强阵风 和欢山无领亭还有游客在地标前合照 画面中风吹速摇晃 雾气飘动 直觉团气象站补充 这波强阵风将持续到29号 台风期间高山的强阵风有可能还会到达十级以上 其他山区也因为台风启动预防性措施 山友们背起装备陆续下山 原本正在攀登御山的山友为求安全 统统被预管处请下山 预管处在礼拜一下午四点就已经禁止民众入园 从24号到25号已经陆续下撤438人 目前也联系滞留山上的人通知他们下山 目前仅有一队新康横断9人今晚住在瓦拉米山屋避难 预计明天会离开园区 另外奥万大也从26号下午5点起预警性休员 如果台风警戒范围包含南投现时不排除提前休员 而福寿山也因为台风国民宾馆住宿退了两成 不过还是有游客上山 热门景点天池 厂方也已经宣布预警性休员不开放 TB宣传较会南投报导 虽然依照目前的路径 台风对陆苏瑞直接登陆的机会不算太大 但是千万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主要是台湾位于台风东北上线的危险半圈 台风跟高压间梯度会让强风区更广 而所谓的长风区有六个县市 要特别注意台风的风雨 详信的我们知道的记者李作和 好 杜苏瑞台风现在来势汹汹 我们看到虽然说预测它的路径不会直扑台湾 不过还是不容小觑 为什么呢 有没有来看到 其实墙台的门槛是中心风速达到每秒51公尺了 那么现在杜苏瑞在8点钟的时候 它的风速已经是中心风速来到了每秒48公尺了 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在中台的边缘 如果再增强一些些很可能就会来到墙台了 那当然目前预估它的路径直接要登陆的话 几率是比较低的 关键还是这个台风它偏北的程度有多少 可是气象专家也不断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只看这条线而已 因为它的暴风圈范围对我们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这台风它位在台风东北上线的危险半圈 简单来说就是台风和高压间的梯度 这个强风区其实是更广的 也就是说在宜兰花莲台东以及屏东高雄台南的朋友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位在迎风面 那么气象局的这个寄阵也提到说 暴风圈预计在周三的上午会接触到恒春半岛陆地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影响可能会更加的剧烈 而为了避免去年台北市这个泡水车的噩梦 台北市也宣布实施新的疏散门 指出不禁管制四小时的措施 只是早上台北市府的新闻稿却一度让大家以为 上午九点就启动管制 下午一点前就必须去移车 而市长蒋万说这是宣传 一旦正式启动会宣布 台北市长蒋万安安巡视 防台准备尤其是新的疏散门管制规定 出不进还没有达到这样相关的标准 今天的几率是不高的 报告市长指出不进还没达到启动标准 但心智上路又为了避免水淹 庭内停车场的噩梦重演 北市府停管处一早九点 先通知车主们留意疏散门管制 并同步发新闻稿却闹乌龙 因为这一段停管处于上午九时 发布防讯提醒简讯 请车主留意疏散门管制 被误以为九点就启动SOP 算一算这管制四个小时 下午一点就要开始脱掉 让市府接点澄清 只是提醒还没实施 我们也不希望引起后续像车子泡水这样的一个事件再次发生 所以我们采取经验新的措施 我会特别加强的宣传 那届时正式宣布也会告知民众 那四个小时内希望大家赶快的在T外的车子迁移 但除了疏散门 基本的固定收减路数 以及清淤都要提前准备 特别是这一次首度加入桃源跟北北基 进行台风架共事决 却不代表北北基桃台风天上班课与否都相同 不管台风架新共事或是北市疏散门心智 都是为了减少民众不变 只是稍有差池 难逃民怨再沸腾 TVBS新闻周一峰立平 港湾带您来关心最新的台风动态 中央气象局针对了杜苏瑞 台风已经发布了陆上跟海上的台风警报 杜苏瑞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巴士海峡 将对屏东以及恒春半岛首先形成威胁 而未来路景的范围还会持续的扩大 也就是说它随着这个路线来走 据了解杜苏瑞台风目前仍然是中台的上限 过去三个小时暴风圈是略为扩大的 而预计在星期三明天的上午会陆续的影响台湾南端陆地 而接着涵盖的范围预估就会随着时间 从东南部恒春半岛逐渐扩大到中南部以及花莲一带 那么从明天开始到星期五 对台湾的影响是最大的 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 杜苏瑞台风来势汹汹 根据中央气象局台风路径浅示预报资料显示 26号27号影响台湾最明显 目前台风中心位于旅宋岛东北方近海 受到太平洋高压气流导引持续往台湾东南方海面接近 东半部地区首当其中 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基本上假如说照着原来的路径的话 对于台湾的东部还有北部 其实都有一些影响 那现在的这个越来越往南修 所以基本上影响的还是东部 但是南部会影响比较大一点 不过由于这个台风的路径的关系 受到地形的影响 尤其是北边的环游受地形影响 我想对台湾的影响应该没有预期的那么强 目前看起来的话 因为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还算强 所以说整个杜苏类台风的移动 比预期的都要来的稍微偏稀一点 所以最后它的整个路径上来说 就不断的在修正 从原本可能直接穿过台湾的中部 那现在已经修正到 就是会走台湾的西南方海域这个地方通过 专家指出杜苏类暴风半径 有可能会在周三中午前后 会开始碰到恒春半岛后 继续往西北方向 它的半径就会随着整个台风往西北走 逐渐的会笼罩到大概台中以南 然后到花莲以南的这个区域 所以明天晚上应该大部分 台湾大概大半的区域 我们都要准备进入到台风的 暴风圈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礼拜四的这一天的话 应该会是这个台风 最接近台湾的一段时间 杜苏瑞台风它现在的路径 比过去来讲它比较偏南 那这个偏南的一个结果呢 就会造成了实际上对台湾的影响 它的一个区域呢 就会有改变 那走这一条路径的话呢 那么最主要的风雨 会是在台湾的东部跟南部这个地方 它会比较造成可能一些 有自在性的这一种可能性 怕它通过恒春以后北转 这个对澎湖就影响很大 是这个情况 假如说偏西的话 偏西的话影响的就是我们的金门下能 雨量预估26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 有大雨或局部性豪雨 27号东半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 有大雨或局部性豪雨 尤其花东地区及南部山区 会出现局部性大豪雨 基本上主要的降雨就在我们的东部 主要的降雨在我们的东部 然后过了台湾之后南部会有一些降雨 就恒春半岛这一带会有一些降雨 北部西部的沿海 大概影响就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原来的话它假如说 东边上来北上的话那就不一样 实际上来讲就在高雄跟屏东的这些山区 因为最大的降水量会是在这个风向 跟地形的交互作用的区域 所以在靠近这个山区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风向跟这个雨水的阻挡的这个作用 这个地方会下比较多的这一种豪雨的可能性 气象局表示 杜苏类台风经过台湾西南部海面时 不排除有往北部一点点的可能 因此民众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尤其台湾各沿海及澎湖金门 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民众务必提高警觉 TVBS新闻于姓翰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好要提醒民众杜苏睿暴风圈 预估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三 就会接触南部东部的地区 周四的风雨会是最大的 台东屏东恒春首当其冲 而预料这台风中心将会进入巴士海峡之后 沿着台湾的西南部沿海北上 接着从台湾海峡是向西北行进 最后再进入福建 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就显示的是 护国神山完全没有挡掉 没有破坏掉台风 而路径也跟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很相似 让当时八八风灾受灾最严重的灾区 现在刹了一等 整个淹水大概都超过我们的胸部以上 乡长拿出临边相置 回顾那一年我们一起度过的八八风灾 这两个小朋友 你看他们苦中作乐 现在回看轻松 但2009年莫拉克台风席台 写下台湾风灾史上不堪的一页 一楼都不能住人了 当时临边提防崩塌 水淹超过两米 八八风灾是厚也是浮 为什么是浮呢 因为有这个八八风灾之后 我们中央就针对我们这个一烟水区特别重视 所以后来投注在我们临边相的 那个治水的金额也特别多 为什么我们特别造访临边 就是因为这次杜苏瑞台风打擦边球 沿台湾西南北上 路径上级当年的莫拉克 临边计划区内 最主要靠它来抽水 那几乎都是我们的水沟 我们的排水排泄汇气污 还有我们部分是联务员 所以这边的废弃物 有部分是联络了树枝树叶 然后我们必须要先把它收集起来 事隔多年临边防洪防灾不可同日而遇 除了提防更坚固 加大沟渠 制洪池也有改善 临边过去因为种甘蔗 还有养鱼一直都存在地层下陷的问题 在莫拉克台风来的时候造成严重的灾情 八八风灾之后新增了很多抽水的设备 像我旁边这几座抽水机 每一座每秒可以抽三吨的水量 具体话来讲就是每秒可以抽比一个浴缸还多的水量 当蓄水池的水深达到一定标准时 抽水机就会开始启动 GL3.6的时候我们会先热机 在3.9的时候我们会先开一台 如果水继续雨继续下水升一直加上去的时候 我们4.3会再热机 就是第二台热机 那达到4.5的时候我们就会开第二台 那如果水位一直上升到GL4.9我们就会开第三台热机 如果升到5.3我们就会全启动 不只林边 屏东县水利处在台风来之前完成全线抽水站测试运转 还有制洪池的排空作业 贝妥139部大型移动式抽水机 分布在一烟水的乡镇 包括林边 加东 东港以及恒春 针对整个台风的状况 那预测的路径可能跟之前的莫拉克台风有一点相似 那而且它偏南之后呢 并没有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 所以预计会带来比较强大的雨势 那我们针对我们的一烟水地点 除了近几年从以前的一烟水的治理计划 以及流域综合治理计划 到这几年的前瞻基础建设 屏东县政府都投入了将近50亿元的经费来做改善 冯红治理除了围堵还有疏导 除了定期的安全检查 那也针对河道里面淤积的沙石或者是杂草 去做一个年度的清疏 那同时在整个讯期发布之前呢 我们也含请各乡镇公所 针对于市区乡村里面比较狭小的测钩 进行疏通 都苏瑞铺台屏东首当其冲 陷阱都在暴风圈影响范围内 县府将灾害应变中心提升为一级开设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屏东县新原乡 东港溪的出海口地处低洼 受到潮汐的影响当涨潮遇上水位高 若再加上下雨的话就很容易造成积淹水 八八风灾时新原乡的乌龙也有灾情 为了避免历史重演 县府在此设置抽水站 降低灾害情势 因为这边主要遇到极端事件的时候 就容易积淹水 就只能剩下重力补法排除时候 就只能够机械抽牌的方式来抽牌 那所以我们这里有乌龙抽水站 就是身后这个乌龙抽水站来帮我们 进行机械抽牌的方式降低内水的水位高度 杜苏瑞台风来袭 屏东沿防治灾性豪雨 同时为八八风灾后的地方治水建设 做一次总体检 TVBS新闻陈有想王后宇 屏东采访报道 大家也关注有没有机会放台风架呢 但就算是要上班上课 台风的风雨还是不能轻忽 再请坐横档了解 时隔四年有台风 大家很关注的 当然也还有就是台风架怎么放 会不会放呢 那么明天要上班上课的朋友还是得乖乖出门了 因为台湾本岛各县市也已经宣布了 说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 但是现在面对这个杜苏瑞台风抢洗 我们看到在气象局7月25号的时候 已经是发布了陆上警报了 而我们也帮您整理一下各地区的降雨分析 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呢 因为地形的关系也要特别留意说 可能会出现致灾的雨势 而在高平山区主要雨量的大小和路径 怎么走会是比较相关的 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再持续来观察 中部以北的地区因为地形的屏障 所以影响来说会相对比较小一些些 澎湖跟金门的观众朋友特别留意 因为没有地形的屏障 所以很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大雨 那当然台湾的台风论坛也提到说 虽然说这个台风要直接登陆的机会是比较低的 但是迎封面的地区移花东平高南 还是要保持警戒 好 接着国际焦点来关注的就是乌尔战争了 乌克兰持续在乌东地区发动猛攻 近来还在学习瓦格纳战术 夺取巴赫姆特南方的关键高地 能远眺附近的河谷跟城区 掌握炮击的有力位置 要赶在入东之前取得战果 而俄军为了打击乌军反攻气势 也不断地发动空袭 包括了首都基辅 以及南部多挡河畔的运辆港口都被袭击 护军装甲车跑到最前排 吸引炮火掩护冲锋 二军的两发子弹打在装甲上 机枪手人没事轮到他还颜色 说话还没讲完 火箭炮迎面射来 武军部队遭到包围 后方的指挥官透过对讲机 收到前线的球员 第三突击率的指挥所 罕见在乌军的影片中曝光 军官紧盯着战场动态 另外一支部队接获救援命令 搭装甲车赶赴阵地 他们救出受伤的同袍 最后成功后撤 武军开始收拢巴赫姆特附近的包围网 城区南方的制高点就是克利什基夫卡村西边的高地 武军兵分二路攻占204 206高地 最近又夺下了146高地 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河谷 高地是炮击的有力位置 往北可以打到巴赫姆特城区 还能阻断援军靠近 当初瓦格纳就是先攻占这里才拿下巴赫姆特 只是武军现在得靠西方精良的装甲 如美智的布莱德雷装甲车 尝试突破俄军的地雷跟炮火阵 要赶在秋冬土地变得泥泞之前 拿下战果时间很紧迫 然而现在大后方也有战果 爆炸巨响伴随火光 这是位在多闹河畔的乌克兰雷尼港 俄军出动15架无人机 摧毁三座粮食仓库 河的对岸就是北约国家罗马尼亚 俄军狂轰滥炸 完全不怕引战北约 你为什么会有惹怒吗 非常惹怒 在凌晨上午早上 把炸弹砍和炸弹砍 联合国劝了也劝不停 俄军铁了心要掐断乌克兰的 谷物出口命脉 还要毁灭文化认同 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 奥德萨东正教堂 几乎毁于俄军轰炸 我们在在凌晨库堂 教官们有请我们 放这些衣服 因为他们正在做很多工作 有很多坡 但我还想向你们展示 这就是教堂最坏的坏 你们可以看到 封面已经完全开吊了 这就是我们认为 宇宙或桌子 进入 完全毁灭了这边 非常惹怒 看到这里的阳光 就说到这部分的教堂 没有任何坡 教堂的穹顶受损 结构岌岌可危 200多年历史的文物 能就多少算多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还发声明 谴责俄军炸骨机的行为 令人发指 俄军还继续空袭 乌克兰首都基辅 可能就是为了报复前一天 无人机袭击俄国首都的事件 莫斯科的商办大楼 被无人机残骸击中起火 这里距离俄罗斯的国防部 只有两公里 可能就是原本的目标 乌克兰这回迅速坦诚 就是他们做的 有了美国的默许 乌克兰防长说 他们还是会继续攻击 克里米亚占领区 认为只要摧毁后方的补给 前信就能不攻自破 Q10中部导 俄罗斯因为兵力不足 普清再迁新法 将预备异动员年龄调高五年 而这之前俄罗斯早就招募囚犯兵当炮灰 先前大举投降的风暴Z部队 也证实主要就是有囚犯组成 幸存的士兵还告诉CN的记者 600名被征招的犯人当中 活下来的只有170人 阵亡率等于将近72% 跟着节拍鼓掌 镜头前穿着迷彩服的俄罗斯女歌手 在森林里唱歌老君 现场还有小提琴手 卖力演奏只是同场观看的士兵 各个面无表情 看起来士气又在加强 先前集体向乌军投降的俄罗斯风暴Z部队 又有内幕曝光 CN报道该部队阵亡率将近72% 主要原因就是里头大多为囚犯兵组成 上场后直接变跑灰 这名幸存的士兵就说被指挥官应逼往前 他至今还留有耳鸣的后遗症 天天作恶梦 他还说作战期间缺乏补给若没有站死 也可能活活饿 他们帮他离开 外面上另一名 战独住狱的23岁俄国青年 也是被硬逼打仗 他之前曾打电话回家 这样安慰妈妈 他最后一次和家人通话 是在俄国庆祝战胜纳粹的5月9号胜利日当天 他说被下令进攻 却从此音讯全无 研判这名囚犯兵可能死在这片废墟当中 不过武当局只告知 青年初遇的红天就宣告阵亡 家属至今等不到遗体 镜头另一边巴赫姆特战场 乌军们还在激烈战斗中 只是反攻的速度仍然不如预期 俄罗斯同时也酝酿找来更多的士兵 国青周一再签署新法案 确定将预备役动员年龄上限调高5年 等于校级军官的年龄会提高到65岁 高级将领则维持在70岁不变 据新闻综合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